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幕里因为环境的转换 宝玉也只好尽快调整自己的情绪 以适应那样的人际应对 有人认为贾宝玉既爱黛玉也爱宝钗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如果说他作为降洞花王 一个护花的王子 对所有的青春女性都有一种爱意 那么宝钗是最华贵的牡丹花 他焉有不爱之礼 他爱的只会更多 书里多次写到 他对宝钗的美貌 风度 博学 诗才的激赏 甚至在上面我所引的那个例子中 他对他的身体也产生过摸一摸 该多惬意的想法 但是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爱情 他娶妻 娶正妻 还是要娶临待遇 哪怕有所谓金玉姻缘的说法 娶宝钗困难少 甚至无困难 而娶待遇困难大 甚至有难以逾越的困难 他也坚决要娶待遇 赌信 牧食因缘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从严格意义上的 男女情爱角度来说 他对待遇 灵肉巨爱 连缺点也爱 连病态也爱 虽然他对宝钗那丰满的美币 有一种欲望 但那既然是宝钗的 他就从心理上放弃了 对林妹妹的身体 他也绝不倾泻 必须是在婚后 在林妹妹心甘情愿 并且觉得舒服的情况下 他才会去享受那热望中的东西 这种情怀 在那个时代 在他那种身份的贵族公子里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就是在今天 他的这种爱情观和婚姻观 也是可取的 但第二幕所写的 不再是二玉的爱情 而是宝玉的人生困境 他希望 在爱待遇的前提下 也跟宝钗保持一种亲密的 归友归情关系 但宝钗那冰雪般的身体里 其实也有努力压抑的青春火焰 那是吞进多少 冷香完也扑不灭的 看到二玉公开的殷勤而闹 又殷勤而合 他心里能好受吗 宝玉一句把他誉为杨贵妃的失言 他竟那般的支撑不住 甚至说出 我倒像杨飞 只是没一个好哥哥 好兄弟 可以做得杨国忠的 这样古怪的话来 这句话 有人认为是骂宝玉不中用 不能在仕途经济上发达 其实 其中另有重大原因 我将在后面加以揭秘 这里且暗下不表 这一幕里的宝玉是悲苦的 他生活在一个温柔富贵乡里 除了赵姨娘 贾桓 几乎人人都对他好 捧凤凰似的 但即使如此 他和黛玉的爱情 不仅仍然具有非法性 危险性 而且 他不能只是跟黛玉讲恋爱 他还要应付各方面的人际 不能让家长发现 他那越轨的心思 也不能让宝钗 对他看得太透 因而心里头太难过 他希望有一种人际间的平衡 希望家长们能容忍 甚至接受他和黛玉的爱情 并顺势导出一个碎心如意的婚姻 又希望自己能继续和其他姊妹 特别是宝钗和相云 保持最亲密的 归友归情关系 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 希望双赢 他高兴 大家都高兴 这种情怀也是宝玉人格 组成里的重要因素 但生活 人性 都终于不能给予他这样一种平衡 而这一幕所表现的 就是他在失衡后产生出的大苦闷 于是就有了第三幕 稍微写了点过场 和前面对荣国府的空间布局的描写吻合 可见是有庭院原型 并且很可能在提笔前 画出了平面图的 所以写的一丝不乱 第三幕应该是在第一幕 结束两小时左右之后 紧接第二幕 场景最后定格在 王夫人的上房 一个苦闷的 暂时陷于抑郁状态的男子 他解除苦闷 摆脱抑郁的方法 就是不怎么高明的 情感发泄 当然 解决这个问题 有上策 比如 去读优美的诗歌 听优美的音乐 或者去思考 行而上的哲学问题 但往往在急切里 在混沌中 人就会不由自主地 采取了中下策 那就是 放任自己行而下的情感宣泄 不是以高尚的东西 而是以粗鄙的东西 来慰藉自己 麻醉自己 曹雪芹就这样来写贾宝玉 他没有把贾宝玉的人格内涵 一味地拔高 他生动地写出 贾宝玉的情愫里 也有 行而下的东西 其实早在前面的一些章回里 他已经写出了 宝玉的 下流吃病 他爱红 爱吃丫头嘴上的胭脂 这其实是一种 含蓄的说法 谁是傻子 当然知道 那其实是在干嘛 在今天看来 这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起码是不雅的 第24回里 鸳鸯奉贾母之命 来怡洪院传话 说贾舍病了 宝玉应该去看望 问候 并且要他代表贾母 去表示关切 这时 趁席人进里面 去收拾出门的衣服 宝玉就把脸 凑在鸳鸯搏梗上 闻那香油气 还不住用手磨缩 觉得鸳鸯皮肤的白腻 不在习人之下 便爽性喉上身 去咸皮笑道 好姐姐 把你嘴上的胭脂 伤我吃了吧 一面说 一面牛骨糖似的 粘在了鸳鸯身上 你想想 这是什么样的情景 按现在的说法 这就是 对鸳鸯进行性骚扰 而且鸳鸯还不是父母辈的丫头 那是祖母的丫头 你说宝玉像不像话 曹雪芹刻画宝玉的形象 不是树立一个榜样 让读者去学习 后人有的肯定宝玉 说他反封建 但反封建有这么反的吗 他的这种行为 各在什么时代 什么制度下 都不可取 曹雪芹 他就是要写出一个活人 他使我们相信 那个时候 那个空间里 就有那样一个生命存在 他携带着 其人性中的 全部复杂因素 就那样地度过了 他的人生 他笔下的贾宝玉 给我们提供了 丰富的认识价值 让我们见识到 真实的人性 他在第二回 已经通过贾雨村 告诉了我们 宝玉属于那种 秉证邪二气的人 他的人格因素里 有圣洁的行而上 也有粗鄙的行而下 在第二十四回 鸳鸯是坚决地拒绝了 宝玉的性骚扰 他高声唤出了习人 宝玉不得不中止了 他的下流行为 当然 习人虽然责备了他 鸳鸯虽然拒绝了他 但也都并没有全盘否定他 因为他们也都感受到过 宝玉那像护花般的 对青春女儿的细心体贴 丫头里面 也有比较轻挑 不但不拒绝宝玉的骚扰 而且还主动招惹他的 王夫人身边的大丫头 金串就是一个 在第二十三回 宝玉等人住进大官员前 贾政夫妇 召见众子女 宝玉自然也赶到 在门外 金串就上前赶着跟宝玉说 我这嘴上是财擦的香尽胭脂 你这惠子可吃不吃 这一笔 是三十回折磨的伏笔 曹雪芹的这种 几乎每一笔 甚至每一个字眼 都草舌灰陷 浮沿千里的写法 有的人他就总觉得 不可能吧 这么写累不累啊 这么读累不累啊 当然可以不这么去读 读时不去推敲 这些细节里的名堂 但是我认为 曹雪芹他就是这么写的 这是他独有的写法 是把方块字的叙述技巧 发挥到极致的表现 这是我们本民族 我们的母语里 所产生出来的高妙文本 即使我们今天写小说 不再这么写 至少我们欣赏 《红楼梦》的时候 还可以这么来欣赏 对吧 三十回第三幕 是《风云诈变》的一幕 那非常戏剧化的场景 那些细节 我也不在这里戏重复了 大家一定记得 金串捏斜着眼乱晃 在宝玉说 要把他讨到怡红院去后 说 你忙什么 金簪子掉在井里头 有你的 只是有你的 那么这一句 作为伏笔 索符的情节 并不在千里以外 只隔一回 就是寒齿辱情 烈死金串了 这再次说明 曹雪芹他就是那样的笔法 细节描写 人物说话 往往既符合当时的情景 又是一个伏笔 索符的结局 只在早晚之间 宝玉对金串的调笑 后来被贾桓夸张地描述为 银逼 母币 废碎 这固然属于别有用心 但宝玉在这幕里 所展现的人格缺陷 也很难用什么理由来加以遮掩 一两个小时前 在黛玉面前 还是那样心中充溢着圣洁的情怀 连挨进拉个手 都仿佛是在做一件冒昧已急的事 却仅仅在大约两个小时以后 就非常自然地转换了一副 形而下的粗鄙心态 无论是口中言词 还是肢体语言 都令人迟冷 你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吗 我跟不止一位红迷朋友讨论过 他们对宝玉和金串的评议各不相同 甚至互相抵武 可是 没有一个人觉得曹雪琴写的牵强 都说情节的流动非常自然 宝玉这个人物显得真实可信 第三幕的高潮是 原来似乎是僵尸形态的王夫人 忽然翻身起来 照金串脸上横打嘴巴子 指着她大骂 宝玉则一溜烟逃走 宝玉逃跑以后 这一幕还继续了一段 就是王夫人叫人来 把金串撵了出去 宝玉这个生命携带着她人格中的全部因素 一溜烟从王夫人的正房跑出 回到了大观园里 之后又怎么样了呢 于是出现了第四幕 在前面 大观园盖好了以后 贾政领着一群青客 带着宝玉各处浏览 提匾额的时候 书里就写道 他们过了图迷架 再入木箱棚 月牡丹亭 夺勺药谱 入薔薇院 出芭蕉屋 没想到这个似乎只是 点染性的过渡距离 也有伏笔 到了第三十回 薔薇院的花架 就成了第四幕的布景 按说在第三幕里 宝玉惹了祸 她应该心里头很乱 不可能再把注意力 转移到别处去 但是一来她还不知道王夫人 不仅是打骂了金串 还在一怒之下 立刻换人来把金串 撵了出去 二来 为了使下面的情节发展 合理 曹雪芹特别写道 当时的大观园里 赤日当空 树阴和地 满耳缠声 竟无人语 这样的客观环境 能够使人慌乱的主观意识 平静下来 结果 她就写宝玉 听到哽咽之声 被那声音吸引到 薔薇花架的这边 朝花架那边寻声觅人 于是就发现了 林官画墙 当然 到这一幕完结时 宝玉只模模糊糊觉得 那画墙的女孩 是十二官之一 并不能确定 究竟是哪一官 而且也没参透 她画墙究竟何意 只是这一幕 把她人格中的 那个体贴青春女性的情怀 又高扬了起来 她心里想 这个女孩外面的情形 已经到了这么个 忘我痴迷的地步 心里正不知 怎么受煎熬呢 她又那么单薄 心里哪里还搁得住 这么熬煎 可恨自己 不能替她分歇过来 林官画墙的谜底 是到三十六回 才揭开的 宝玉一从中 悟出人生情缘 各有分定 那是后话 在这一幕 曹雪芹再次去写 宝玉对青春女性的 泛爱泛怜 一扫大约顶多半小时前 她在金串面前的那种 形而下的轻薄姿态 那也是贾宝玉 这才是贾宝玉 究竟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让读者看得眼花缭乱 吃惊不小 但我也相信 绝大多数读者 读这回文字 不会因为作者写它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其表现是 那么样的跌宕起伏 转换多样 就觉得宝玉 人格分裂 或者觉得作者 文笔牵强 曹雪芹就那么厉害 他写这一回 也好比作诗 启程转合 竟是那么天衣无缝 写到第四幕 已算写绝了 没想到 它还有让读者心里 更难平静的 第五幕 第五幕的时间 紧接第四幕 实际上这一回的叙事 在时间上最为紧凑 没有丝毫间断 而这最后一幕的地点 是宜红院 舞台效果呢 应该是雨 见来 见大 第四幕末尾 已经开始下起阵雨 林官发现 花架外有人提醒他避雨 以为是个丫头 到了谢后就问 姐姐在外头 难道有什么遮雨的 后来林官一定是弄清楚了 那是宝玉 他便跟贾强说 贾强眼皮砸 见人多 就把这事当笑话说了出去 道德第三十五回 就出现了两个婆子 跑来看望宝玉 宝玉素袭罪眼 于男蠢女 死于眼珠般的蠢婆子 本来应该是绝技不见的 但是那天 他却破例接待了那两个婆子 为什么 那两个婆子来自通判傅氏家 从这名字就可知道 这个通判是个屈炎傅氏之徒 但是傅氏虽然不怎么样 宝玉却听说 注意 仅仅是听说 傅氏的妹妹叫傅秋芳 已经二十四岁了 仍戴自归中 据说也是个穷归秀裕 才貌双全 宝玉居然就对这位 几乎比他大十岁的女子 书里是怎么说的 叫做 瑕丝摇碍之心 十分沉静 这又是怎么回事 甲雨村说 不能把宝玉看成 淫魔色鬼 那么宝玉这是什么心理呢 好在曹雪芹 在那一段情节里 很快就安排那两个婆子 有一段对谈 他们见过宝玉后非常惊讶 一个说 那是他们亲眼看见的 玉串 金串的妹妹 因为给宝玉递汤的时候 不小心把汤打翻在宝玉手上 宝玉挨了烫 不顾自己 反倒急着问玉串 烫了哪里 疼不疼 那婆子对此评论说 怪到有人说 她是外向好 里头糊涂 这可不是个呆子 另一个婆子就跟上去说 说宝玉自己被大雨淋得水击似的 反告诉别人下雨了 快避雨去 她怎么知道的 想必是灵官告诉贾强 贾强告诉傅氏 傅氏学舍给妹子 经过那么个途径 他们知道的 他们当然都觉得这很可笑 但曹雪芹一定有信心 就是她相信读者们 会自己对宝玉的这种行为表现 做出自己的 并不觉得可笑 而是觉得可现 可敬 可喜可配 可歌可泣 可赞可叹的反应 而这个婆子底下的话 我觉得就是曹雪芹本人 率性借她的口 来对宝玉做深度描绘了 我希望现在的读者们 一定不要忽略这些句子 那么曹雪芹写下的 是些怎样的句子 她是这样写的 说贾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 就自哭自笑的 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 河里看见了鱼 就和鱼说话 见了星星月亮 不是长须短叹 就是咕咕咕咕咕的 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 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得 这位富家婆子的话 真是比贾宇村那长篇大套的议论 听起来还深刻 通俗地勾勒出了宝玉的人格 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小说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声音者景航 参加 tools 参加电 dran critics saw院打开 过要ило 这是在 pelos 複数霉社 增在 这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